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游 那今天我们要吃的是 狮子头 番茄炒蛋 麻婆豆腐 尖椒炒蛋 还有红烧肉炒鹌鹑蛋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吃哦 我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一个盖饭 这样才比较爽 我超爱那个麻婆豆腐盖饭 但是麻婆豆腐 现在很多外面都做的不是很正宗 它只有辣 没有麻 不对 它只有红油 没有辣 没有麻 和蔬菜 Viore及营状 味道牛肉炒蛋 味道有大一样 味道說的 astic味道 味道 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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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的木勺子不见了 你们吃过那个麦当劳 那个什么巧克力派 这是胶盐味的 我咋觉得没有那个麦了鸡好吃呢 这是胶盐味吗 我看中好久的巧克力派 我看这个是席卷朋友圈 它感觉里面那种酱料 像那种好食kissies那种酱料 我给你们吃了哈 大家可以去尝试巧克力派 那个鸡翅啊 这我就不大推荐了 但这个盒子还挺好看的 都是片子 来块红烧肉 我用这个胶盆 生菜 一切都挺好吃的 而且比较跟辣配 超好吃的 一切都不要太好 我看你这么有点 因为我的鸡汁 也有一点 所以acional面 清歌 跟老猪 我们再撒点麻婆豆腐的酱料 感觉麻婆豆腐才是拌饭的灵魂 我们预备吃的是蜆仁 我们吃了两片和 하나。 我们下午是三分钟 我们下午两片一边吃 一会晩,我们下午吃一会儿 一会儿吃点的 我跟你们说 你们小心一点 最近我有好多个同学 手机被偷了 真的 就是年底的时候 特别容易被偷 保护好手机 我第一次吃那个 红烧肉里面的鞍唇蛋 它像那种虎皮鞍唇蛋 还行 我还是喜欢红烧肉里面 放白夜节 那个味道 米刀老林的 我喝了 所以 很柔和 很重 酸 这 嗯 好久没吃家常菜 最后来一块肥肥的红烧肉 这红烧肉比我上次吃的那个A梦还要腻一点 它是全是有我的天 而且现在外卖冬天 送过来都很容易解冻 天天太冷了 今天上海好冷呀 感觉都会负一度的感觉 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拜拜